欢迎收听爱上听书 本期听书为你带来孙子兵法与三十六级 第八回 以意代劳 楚寒烟三国撤兵后 庞娟率领魏国军队离开了齐国 他对蒙谈上大义被侵 早逢齐齿大入一室耿耿于怀 一路上他都紧锁着眉头沉默不语 即将行至魏国边境时 庞娟侧脸看了一眼与他同车的公孙岳 好像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对我发难的两个齐国将军 有一个是钟离春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钟离春 公孙岳一惊 演示道 不会 不可能是钟离春 我已经拍戏作打听过了 他就是钟离春 公孙岳愣了片刻 然后道 我怎么没认出来 庞娟冷笑着说 你如果认出来了 那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公孙岳看出庞娟开始怀疑自己 便开始转移话题 他问道 袁帅 难道你真的认输了吗 庞娟微微一笑 反问道 你说呢 公孙岳知道 庞娟是不肯轻易认输的人 何况遭此七尺大辱 绝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便说 我只是不明白 元帅此时为何不杀回齐国 打孙并可措手不及啊 时机还不成熟啊 元帅指的时机是 军心 魏国的军队踏上了自己的国土 尽管许多士兵对于不战而撤 感到很憋屈 但回到自己的国家 还是非常高兴的 当天晚上 他们燃起篝火 一边高声呼喊 一边兴高采烈地 跳着粗犷的舞蹈 庞娟来到士兵中间 很随和地跟他们打着招呼 然后和士兵围坐在篝火旁 聊起了家常里短 他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年轻士兵 小伙子 回到魏国 是不是心里很高兴啊 年轻士兵毫不掩饰地回答 那当然了 我可以见到我母亲了 旁边一个士兵插嘴道 嘿嘿 还有漂亮的媳妇 年轻士兵不好意思地笑骂道 别胡说 我还没结婚呢 哪来的媳妇 那个士兵连忙纠正道 啊 对 未婚的媳妇 行了吧 年轻士兵红着脸点了点头说 嘿 就算是吧 旁娟拍了拍年轻士兵的肩膀 结婚的时候 请我去好吗 年轻士兵激动地说 好好 当然好 我要请元帅喝我们家乡最香的酒 旁娟笑道 那我们就说定了 他又侧过身 问坐在另一侧 长着落腮胡子的中年士兵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中年士兵回答 一个老婆 两个儿子 旁娟又问 你回家 家人们一定很高兴吧 中年士兵点点头 他们高兴 我不高兴 旁娟不解的问 这久别重逢 为何不高兴啊 中年士兵叹了口气 说 回家说什么 打胜了 还是打败了 都是 又都不是 这仗打的 哎 心里憋屈啊 旁娟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猛然站起 中年士兵急忙指住话 看了旁娟一眼 躬身道 袁帅 我说话直 你不要见怪啊 旁娟又坐了下来 拍拍中年士兵的肩膀 动容说 我不是怪你 是怪我自己 我这个当袁帅的没本事 让你们受到了齐国的羞辱 我对不起你们 不 袁帅 我们不怪你 中年士兵忙道 你带着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了 你是我们卫国士兵 得到了最大的荣耀 这一次 孙兵的阴谋虽然得逞 但袁帅的军队并没有败 如果袁帅带着我们杀回齐国 我们一定能打败齐国人 周围的士兵纷纷嚷道 袁帅 我们不应该撤军 我们应该打回林姿 袁帅 我们应该狠狠教训一下那帮齐国人 袁帅 带我们打回去吧 我们一定能打败齐国人 袁帅 带我们打回去吧 对啊 带我们打回去吧 旁娟十分感动 他拱手对众士兵失礼 感激地说 我的好兄弟们 我谢谢你们 谢谢 中年士兵对旁娟说 袁帅 你发令吧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就是死 要抹去齐国人 对我们的羞辱 旁娟摇了摇头 我们不能回齐国 袁帅是不是担心 失信于天下 不是 我宁可失信于天下人 也不会失信于我的士兵 那是为什么呀 你们离家多日 家人们想你们呀 中年士兵被旁娟的话感动了 他对旁娟坚定地说 没有荣誉 我们没脸回家 袁帅应该带着我们杀回齐国 夺回荣誉 旁娟看了看中年士兵 又放眼看了看周围的士兵 他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兄弟 都愿意杀回齐国 夺回荣誉 中年士兵猛然转身 抽出剑高举着 大声道 弟兄们 愿意杀回齐国 夺回荣誉的 举起你们的兵器 在场士兵 纷纷举起手中的兵器 高声喊道 杀回齐国 夺回荣誉 杀回齐国 夺回荣誉 士兵们的喊声 在辽阔的圆眼上 久久回荡着 旁娟赶到 时机到了 他率领复仇心切的 卫国士兵浩浩荡荡 再次杀奔齐国 卫国大军 再次进犯齐国 齐威王紧急召见 田济和尊宾 他说 旁娟背心弃义 再次进犯 寡人的国家 寡人要与旁娟 决一死战 若寡人获胜 卫国将不能再 称霸中原 若旁娟获胜 寡人的国家休矣 因此 我们只能胜 不能败 二位觉得 该如何应对旁娟呢 孙斌对齐威王说 大王要战胜旁娟 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齐威王道 只要能战胜旁娟 别说一个条件 就是十个条件 寡人也答应 说吧 孙斌说 要战胜强敌 必须集中军力 统一指挥 大王应该把调动军队的权力 集中于田将军 与威臣手中 臣是指 齐国所有的军队 齐威王 威威汉手 可以 还有 朝中大夫 也要听从田将军 与威臣的调遣 要人给人 要粮给粮 若有不从者 无论何人 田将军与威臣 都有权先斩后奏 这 有必要吗 齐威王有些不情愿 有 孙斌态度很坚决 战争乃国家大事 非军队独战所能取胜 尤其如此大战 上下内外 必须协调一致 齐威王沉吟片刻 最终答应了孙斌的要求 孙斌和田济 召集朝中大夫 开始部署作战事宜 孙斌对大夫们道 国家危难之时 田将军与我 受命于大王 统领军队朝臣 战胜强敌 孙斌希望 所有朝中大夫 能全力协助田将军与我 打败旁娟 孙斌扫了一眼众人 换倒 邹相国 邹继乃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相国 除了齐王 没有人能用如此口气 对他说话 于是脸上露出 不屑一顾的样子 看都没看孙斌一眼 轻慢地应道 听着呢 孙斌微而不漏 继续说 邹相国 上前听令 邹继站着没动 我的话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邹继不耐烦地 应了一句 孙斌满脸威严地问 那你为何不上前听令 邹继冷笑道 你不是大王 我没有必要上前听令 可我受命于大王 我的命令 就是大王的命令 请你上前听令 我身为相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再次听令 已经是给你很大的面子了 你不要公报私仇 有意刁难我 这不是有意刁难 我是按军令行事 请你上前听令 我不听从你的军令 又能怎样 你违抗军令 本该当斩 念你有功于齐国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孙斌高声道 宫位可在 在 两个宫位走上前来 孙斌命令 将邹继拉出去 绑于街市 势众三天 大夫们哗然了 这孙军师 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让相国 当街势众 军队就是这样 军令如山党 可我们不是 他的士兵啊 见宫位犹豫不决 孙斌力声道 你们听见没有 将邹继拉出去 绑在街市 势众三天 唯令者 斩 且慢 这时 齐威王从侧门 急步走出 齐威王来到 孙斌面前说 孙军师 邹相国是寡人的功臣 你不能绑他势众 孙斌说 大王 如若不严惩相国 再有违抗军令者 我将无法处置 不处置违抗军令者 军令就无法执行 军令不能执行 如何战胜敌人 齐威王说 这 那能不能罚得轻一点 给想国留个面子 我可以给他留面子 但旁娟不会给我留面子 要战胜旁娟 我就不能给任何人留面子 齐威王脸色逐渐凝固了 寡人的面子 你也不给 大王若想保住齐果 大王的面子 就不能给 大王若不想保住齐果 大王的面子 我可以给 齐威王望着孙斌沉默片刻 沉着脸 十分不快地说 你看着办吧 说完 又转身进了后室 公卫按照孙斌的命令 把邹记驾走了 邹记临出宫门时 愤恨地喊道 孙斌 来日方长 孙斌惩罚了邹记 朝中的其他大夫 再也没有一个人 敢对孙斌的命令 有丝毫怠慢 有的监管城内粮草 有的负责向 轻壮百姓发放兵器 有的负责制造弓箭 修理兵器马车 朝中所有的人 都调动起来了 林兹很快组成了一个 兵民一体的作战体系 孙斌布置完林兹的防御工事 又前往数十里外的骑军大营 临行前 他嘱咐留在林兹的田济 以坚守为主 不要出击 若非出击不可 与秦谷商量后再做定夺 田济答应 一起按照作战部署行事 孙斌来到林兹二十里外的大营 将作战部署告诉田国等将军 孙斌对他们说 我们的大营与林兹成击较之势 遥相呼应 旁卷若全力围攻军营 将担心田将军从背后袭击 他若围攻林兹 又担心我们从背后袭击 他若同时围攻林兹跟军营 兵力难以为继 因此 你们尽管放心 他绝对不敢孤注一掷 强攻林兹获得大营 魏军远道而来 假之一去一回 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们坚守不出 拖住旁卷 等到魏军粮草匮乏之际 军心拨斗 我们再与之决战 魏军尽管强大 也必败无疑 为了对付孙斌的一城一营 旁卷打算绕开孙斌 围攻林兹 调动孙斌 离开打赢救援林兹 然后再营外与孙斌决战 公孙岳认为孙斌不会上当 旁卷不以为然 认为齐王会逼他上当 旁卷的军队对林兹城展开了猛烈进攻 城上城下打得昏天黑地 田国沉不住气了 他问孙斌 军师 旁卷大军围攻林兹 我们为何不出兵相助啊 兵法约 不动如山 孙斌回答 如果林兹失守 我们没法交代啊 有大将军在 林兹不会失守 旁卷见孙斌按兵不动 便又调五千士兵进攻林兹 公孙岳建议他再多调一些军队工程 旁卷不同意 他要预留足够的兵力对付孙斌 工程的卫军越打越多 齐王担心田济守不住林兹 加之朝中大夫污蔑孙斌 视林兹危难于不顾 按兵不动 是另有所图 齐卫王派遣公卫出城 命孙斌立刻出兵救援林兹 孙斌告诉出城传达王命的公卫 卫军只是虚张声势 林兹不会有危险 公卫返回林兹前 孙斌特意嘱咐他们 你们回去 再告诉大王 知胜者有武 其中之一是 将帅有才能 而君王不加牵制 希望大王能予以信任 旁娟见孙斌久不出兵 便命令军队停止攻打林兹 围困孙斌的大营 计划是引诱田济出兵 先消灭田济 他对公孙岳说 你多拍戏作 混入林兹散布谣言 就说孙斌粮草被烧 人心浮动 再无救兵的话 大营难保 公孙岳说 田济恐怕不会相信的 庞娟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就不是为了让田济相信 只要让齐王相信就行了 齐威王果然相信了庞娟的谣言 他立刻召见田济 命田济出兵 解救大营之困 田济劝齐威王 不要妄信谣言 孙斌最看重粮草 粮草不会轻易出事的 齐威王对田济说 田将军 以寡人之见 不论粮草之事是真是假 你都应该带一支军队 从背后袭击旁军 让他守伟难顾 一来可以减轻孙斌的压力 二来可以趁敌人混乱之际 派人进入大营了解真情啊 说到这里 齐威王还得意地说 怎么样 寡人这一计不亚于孙斌吧 大王的计策确实很好 田济想到孙斌的嘱托 向齐威王解释道 但军师临别式有言 坚守为主 不可出击 田将军 齐威王十分不快 打断他的话 难怪你数次败于庞娟手下 就是因为你优柔寡断 出兵的事 寡人决定了 田济迫于齐王的压力 打算出兵 秦谷不同意 他对田济说 大王曾经说过 作战之事 皆由将军与军师定夺 大王毕竟是大王 我怎么可以不听大王的呢 那如果因此 是军事的作战部署落空 何人负责呢 我负责 你负不起这个责 整个齐国都负不起这个责 田济沉默片刻道 好吧 我们照原计划进行 田济没有出兵 公尊岳对庞娟说 我们把田济低估了 不是低估了 而是估计高了 田济根本就没有出城的胆量 就算齐王要杀了他 他也不敢 说吧 端起一尊酒 一饮而尽 随后咬了一大块肉 公尊岳看庞娟如此气定神仙 以为他有主意了 就问 元帅 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庞娟苦笑着摇摇头说 不吃不喝更没主意啊 他倒上一尊酒 递给公孙岳 来 咱们一起喝 另一边 孙殡与田国也在喝酒 田国喝干一尊酒 抹了一下嘴说 君士 我算服你了 有人说你料事如神 我看神仙也不过如此 田国将军 连你也学会奉上人了 孙殡饶饶有趣味地笑着说 不是奉承 是真的 田国喝了一口酒 接着说 只是你太厉害 大家都怕你 不敢跟你说话 我指的是心里话 莫非田将军有心里话 那不妨说来听听 嘿嘿嘿 田国又喝了一大口酒 不好意思地憨笑地说 君士啊 我这人不打仗 心里就难受 这几天 眼睁睁地看着 外国士兵 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 尤其是他们指着 我们的脸骂胆小鬼 真让人受不了 我恨不能冲出去 杀他个痛快 可是为了大局 我只能 不动如山 对 不动如山 老老实实地挨骂 君士 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 让我们出去解解恨呢 哪怕 只是很少的一点机会啊 说实话 我也想出去 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可是我这腿 孙禀说着 低头看看自己的腿 思索片刻 突然抬起头 对田国说 田国将军 我们今晚就出战 田国有些难以置信 君士 你不是开玩笑吧 孙禀认真地回答 君中无戏言 哎呀 太好了 君士 你说怎么打 你带数百名精干士族 偷袭卫军 叫他们不得安宁 当天夜里 卫军营内又燃起篝火 卫国士兵们围在篝火边上 默默地听着一曲 充满思乡知情的乐曲 那个高克的中年士兵 也在其中 旁边的士兵问他想家吗 他说 当然想啊 本来想痛痛快快的 打一个胜仗 回家风光一番 没想到如今 打不能打 走又不能走 突然 一支箭 从夜幕中射了过来 那个准备回家 娶新媳妇的年轻士兵 一头栽倒在地 紧接着 一片箭鱼射了过来 射箭的是田国的士兵 他们穿着卫国士兵的铠甲 一边射箭 一边勾喊着 齐军来了 齐军来了 顷刻间 魏国军营乱作一团 还燃起了大火 烧毁了许多营帐 不少魏国士兵 死在混乱之中 那个高克的中年士兵 也死了 第二天清晨 魏国大营安静下来 旁军脸色铁青 站在一顶燃尽的帐篷前 看着一具具士兵的尸体 被人抬着从面前经过 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看见了那个中年士兵的尸体 拦住台尸体的人 上前握住中年士兵的手 泪水流了下来 他说 兄弟 我对不住你 他抽出剑指着天 发誓道 此仇不报 我旁军 枉为难忍 魏国将士们带着仇恨 向齐军大营猛烈冲击 齐国士兵 则退守在原木扎城的栅栏墙内 很有秩序地 一排接一排 交替着向外射箭 最前面的魏国士兵重箭倒下 后面的人迈过死者尸体 继续向齐军大营冲过来 齐军大营内外 喊杀声和兵器碰撞的声音惊天动地 秦谷得知 庞娟进攻齐军大营 劝田济出兵 田济问 庞娟不会有诈吧 秦谷道 我估计不会 庞娟被军师脱节了 人极容易失智 此外 他以为大将军不敢出击 所以 秦谷说着 只见田济仰头大笑道 我不是不敢 是时机未到 当即 率领军队出击 袭击旁娟 当庞娟听说田济出兵时 不由得一惊 心想着田济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 但他很快就震惊下来了 他问细作 田济出来多少人 细作回答 浩浩荡荡 足有三百乘马车 庞娟冷笑道 我叫他们有来无回 庞娟立刻命令卫军 撤离齐军大营 孙斌知道田济出兵了 田国对孙斌说 军师 我们是不是也在庞娟背后 突击他一下 不 我们还是不动如山 庞娟企图把田济 堵在城外决战 一路催促士兵急不前进 士兵跑得气喘吁吁 加上这数日来的折腾 一个个体力濒临透支 殊不知这边 田济呢 却早就已经撤回了林姿了 他返程时 还笑着对秦谷说 吁吁实实 真真假假 军师这一手 我也学会了 事后 庞娟恼羞成怒 怒气冲冲的质问 报信的细作 你谎报军情 该当何罪 袁 袁帅 我亲眼见到田济出了林姿 谁 谁想到他们半路又回去了 细作支支吾吾地回答着 你只长眼睛没长脑子 我留你何用 庞娟冷漠地说 然后对身旁的卫士下指示 拉出去 杀 在处置了戏作后 庞娟命令全军 明臣鸡鸣吃饭 整装待命 袁帅 明天还打吗 公孙岳问庞娟 庞娟反问他 你说呢 公孙岳想了想 心灵神会 叹了一声 哎 袁帅 当初你就应该把孙殡杀了 庞娟携了公孙岳眼 道 你是说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 当今天下 只有你们两个配做对手 但这次 袁帅难以取胜 只是无奈我们的士兵太疲劳了 另一边 孙殡在帐内独自下着棋 他看着面前的棋盘 对坐在一旁的田国说 庞娟明天肯定撤军 你帅全军尾随追击 有把握打败庞娟吗 田国笑道 以我养精蓄锐之事 追击庞娟 劳顿疲惫之旅 岂能有不活胜的把握 只是我们不该尾随而战 应当拦截庞娟 彻底消灭魏军 孙殡说 孙子曰 归师勿恶 敌军归国心切 若遇阻拦 必然死战 这样不但不能消灭敌人 反而会被敌人重创 得不偿失 因此 我们尾随追击即可 他说着 将一枚棋子放在棋盘上 第二天 庞娟果然撤兵了 田国率领齐国军队 尾随追击 再次大败卫军 这一季 是三十六季中的 第四季 其意识 保证自己养精蓄锐 迫使敌人疲惫不堪 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而战胜敌人 以一代劳一语 出自孙子兵法 孙兵不动如山 一一代劳 再次战胜了旁娟 欲知旁娟下次与孙兵如何较量 请听下回 无中生有 感谢收听 本期爱上听书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与分享 也期待在评论区与你们互动 在评论中的联 vide 完成